大家好,我是阿渡 我现在是在陕西茂林 茂林就是汉武大帝刘策的墓 在这块碑的后面 就是汉武帝高大的风土 有46米 汉武帝是汉朝历史上第一个 初中匈奴胜利的皇帝 在汉武帝之前的高会围领时期 对匈奴采取的都是忍让态度 高祖流帽和匈奴作战更是输得十分的惨 汉王朝经过围领之治 到了汉武帝这里 国力已经变得十分的强盛 他重用未清获军病 几次大败匈奴 汉武帝将一个朝代名变成一个民族名 在证实了当时国力的长胜 打出了大汉的威风 汉武帝在位54年 这座陵墓与他即位的第二年开始修建 中共修建了53年 当时国家赋税一共分为三费 一费共宗庙 一费共宾客 一费就用来修建亡灵 也就是说汉武帝当时用三分之一的税收 给自己修建陵墓 所以汉武帝的墓是汉王朝 修建时间最长 规模最大 陪葬品最多的一个墓 他这个墓被称为是中国的金字塔 据野史记来 茂林2000年来被盗过五次 茂林第一次被盗非常的夸张 是在汉武帝死后才三年 这里就已经被盗了 但是当时并没有人发现 是在四年之后 有人在宝基福峰 买到了当时应该属于茂林的宝箱和玉藏 第二次被盗是在20年后 当时并没有发现被盗 是在当时一个采药的他捡到了本来在茂林里 装在金箱里的三十卷金书 然后光武帝时期的赤梅军也来这里盗过墓 用来充当军饷 还有野史记载在东汉末年 董卓曾经指使吕布来盗谷茂林 茂林最大好战事发生在唐朝末年 黄朝起义当中 黄朝率领起义军攻入长安 这个茂林就成了他取得军饷的宝库 据说当时黄朝命手下在茂林搬了三天 黄朝在里面搬得了大量的基因器 民国初年有个叫虽连这种军阀 他曾经在茂林上修筑战壕进行盗墓 这些都是由史料记载了 其中不见记载的盗墓更是不计其数 所以茂林的地宫道理有多大 里面道理有多少宝贝 我们现在是根本无法知道 汉武帝的周庸名将一生开疆阔土 将汉王朝的实力推向顶峰 茂林的行政是汉后葬的典型 一是子宫 二是皇上提臭 三是便房 四就是地宫 现在汉武帝的这个茂林呢 他是被围了起来 我们只能在外面看一下 他的在外面有两通碑 这个就是被围起来的茂林 汉武帝呢 雄才伟劣 他重用贤诚名将 让汉王朝不再弱小 并为汉王朝打下了一个大大的疆土 这里呢 是风土的四周 是一些遗迹 在茂林四周呢 大大小小的陪葬墓非常非常的多 在汉武帝的早期 他非常的英明 他霸出百家 独尊如数 实行推延令 废非封 将所有的权力集中在了朝廷 在他的晚年呢 好像就不再那么盛名 他的晚年呢 他宠幸坚定 好道练仙 希望能够长生 并且呢 在无数遗案中 他杀死了自己的太子刘炬 令人十分十分的惋惜 但是呢 总的来说 汉武帝在中国历史上 确实是一位了不起的帝王 每当看到这些帝王降下的灵寝 就会让人想到 人生不过百年间 在茂林里呢 有两块石碑 最后面这块石碑呢 是为清朝所立的碑 现在茂林呢 是全国的文物保护单位 在他的后面呢 就是对茂林一个简单的介绍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我们现在汉武帝的茂林 先排到这里 那我们下视频见